我们先把这个书上它的内容 我们先把它这个摘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的是这个RDD变换 RDD变换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接触了 你像那个在单次统计的一个例子当中 这些都是干什么 是不是都在变换 对吧 RDD本身它是不可变还是可变的 它是不可变的 所以RDD变换它是返回了一个指针 Pontum指向谁 是不是指向新的RDD的指针 然后它允许你去创建什么 创建依赖 在谁之间 在RDD之间创建依赖 所以RDD变换它会返回什么 指向 指向新什么RDD的指针 然后在RDD之间 它会创建依赖关系 那么每个RDD就是在依赖链条 是吧 在依赖链条里面的每个RDD 它都有一个函数 就是计算数据的函数 还有就是指向负RDD的指针 对不对 所以每个RDD 它都有什么 都有一个计算函数 和指向负RDD 负RDD的一个指针 这是一个变换 Spark是什么 是lazy的 什么意思 我们讲Skara是不是讲过一个lazy的值 lazy值就是延迟计算的值 它并不会马上进去计算 当你真正对它取值的时候 它就会计算 Spark它也是lazy的 什么意思 就是直到你去调什么 去调一些变换或者是action 在你调它之前 那么它什么都不干 延迟计算的就是 我们在map过程期间 你是压扁呢 还是map呀 它都不会去真正处罚这个动作的 它都没有执行 直到什么时候执行 延迟计算 直到你这个action动作执行的话 它在执行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段代码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单例 大家看一下 我是先加点文件的吧 我先加点文件 我把它做实吧 d盘一下 scala test.trt 我是不是先做变换呢 对吧 我先做变换 这个变换是不是就是打印的 是不是切割呀 对吧 这要切割 但是我不想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加了什么 我就加了一段代码 我在切割之前 我去打印它可以吧 这没问题吧 我去打印谁呀 我去打印这行 打印完以后 我再加它是不是可以 没问题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过程 这个是不是在flatmap 哪里吧 我加的是一个切割过程 压扁 我加的压扁过程 我在这打断点 看好了 打断点 那么comp 这不用 已经有了 这支不对吧 对 这支是local 大家看一下 当这段代码执行完之后 它有没有去打印这支 对吧 它不是lazy的吗 它如果是lazy的话 它有打印吗 我们看一下 单步跳过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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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创建上下文 对吧 创建上下文 马上来吧 把它清掉 然后开始加载文本 没问题是吧 加载了 那么加载之后 我们再跳 打印了吗 没有打印 因为这个动作是延迟的 对吧 什么时候会打印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行 23行会打印吗 会吗 不会 reduce by 会打印吗 出错了 这是超过什么 是超时吗 time out 超过了十秒 是吧 这是心跳吧 对吧 这是有个心跳间隔 超时的 那么现在 现在我们在这打断点 25 对吧 总之它没有掉用 它也没掉 那就看它 对吧 我点一下调试 前面那个断点净掉 点绿色按钮是吧 点过去 它计算没 计算没计算 没有吧 它也没有计算 那么我直接点 collect 有没有 有了 connect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动作 就是动作 action 所以什么时候 它才会激发整个这个行为 当你这个action行为 被发生的时候 它就激发了 那看一下 它说 直到你去调什么 调一些变换 或者是action 它将会处发 整个作业的创建 还有执行 对吧 它让我们看 这个代码段 那么因此 RDD变换 它并不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数据集 对吧 但是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阶段 对吧 它是一个步骤 在层中一个步骤 那么它会告诉Spark 这个数据 如何要取得 对吧 还有它要什么 对它做什么 那么以下是什么东西 是RDD的变换 对吧 那么变换 还有它的含义 第一个 这是map 这我们很熟了 map的话是什么东西 它如果返回一个新的分布式数据集 那么它会传递给每个 是不是有函数 它会传递函数 那么对每个元素进行应用 这是过滤 对吧 这是过滤 是不是把符合条件的律出来了 这是亚别 还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还有一个map分区 对吧 map分区的话是一个函数 它类似于map 但是它运行什么 它是在每个分区之上单独运行 对吧 在RDD的每个分区之上 就在单独进行 那么这函数它必须什么类型 它必须是这种类型 我们看一下这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迭代 对吧 这是一个迭代 这反过去是个新的迭代 对吧 就是当你运行一个RDD T的使用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整个RDD呢 它是被分区的 对吧 分区的 那么我想对每个分区 对每个分区应用一下 但是一个分区 是不是又包含多条数据啊 对吧 一个分区它包含多条数据 所以它在这里边传的参数 是谁 是不是这个迭代器啊 这个迭代器就是那一堆数据 这个分区上的那堆数据 那么你返回的话 是不是还要返回一个新的一堆数据啊 那么这个MAP函数 它和这个MAP有相似的地方 对吧 但是有不同 这个MAP才是 这个MAP是直接对分区中的每一个元素 直接应用这个函数 能理解吗 我们来画一个图 这不是有两个函数吗 对吧 MAP和MAP什么 Partition Partition 对吧 这是两个方法 我们现在用的是哪个 咱用的是MAP吧 我们怎么写的MAP 下滑线1 是不是把单词和1形成一个队友 对吧 把单词和1形成队友 那么你想 如果整个数据局是它 它被分成三个分区 这可以理解吗 每个分区是不是有若干单词 每个分区有单词 HELLO WORLD 还有HELLO WORLD HOW 那么如果我用MAP 如果你用MAP的话 人家是直接对谁 直接对这个单词应用这个函数 这能理解吧 所以就产生什么数据 就产生了HELLO 1 是不是都一样 对吧 都是一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MAP过程期间 已经被包含到什么里了 包含到这个分区数据集的 迭代过程中的某一小段代码 你只是那一小段代码而已 对吧 因为MAP过程 就是对整个分区中的数据迭代 迭代过程期间 涉及到你的函数 把你的函数 应用给迭代过程中的这个元素 对吧 但是我们的想法是 在整个分区中 在整个分区迭代过程之前 我要打一句话 我要加一个行为 MAP能好使吗 好不好 MAP不好使 因为MAP没有机会 能力有吗 我再说一下 整个这个分区 是不是一个数据集 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量 对吧 而你的MAP是什么 是人家在迭代过程中 把一个小的一个代码 给你暴露出来 把函数传进去 让你直接操纵什么 这个元素 是吧 但是我是想在什么 整个迭代过程开始之前 还有结束之后 我要加一些我的行为 就是针对这个分区的行为 而MAP是搞不定的 那得用谁 MAPPredition 是吧 用MAPPredition就可以搞得定 那么我们能不能试一试 可以是吧 没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 那怎么试 我们写一个新的Skala程序 这是不是针对MAP的 对吧 MAP demo的变换 还是同样的一段代码 我们不加这么复杂的 创建三下文拿掉 就是拿掉 加载文本映册 这可以吧 大家看看MAP 这是什么MAP 对吧 这是MAP 我把这个 我不要了 这是压扁是吧 压扁不会这么写 我也怎么写 这对吧 压扁 那么这是我的MAP 这是MAP 假如说 我把我刚才那个想法 我写到MAP里去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MAP是每个单词是吧 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要对它应用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是Word 对吧 但是在行为之前 我们要打印 对吧 我打印了什么 一个Star 这可以吧 在行为之后 这是一个Value 是不是一个T原主 这个 然后我又打印一句话 我说And 我还得加什么 很好 你还得加个T 因为你的返回值 不得是一个原主 那列吧 如果我们这么做 会出现什么结果 跑一圈啊 看一下MAP Start And Start And 原主没出来吗 我是没打印吧 我说没有打印的 对吧 我完全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所以我就t加 这可以吧 t加And 然后再加什么 再加它 然后返回T 看一看 是不是Start 这是原主价的吧 原主价的吧 是不是每个原主 都执行了这个代码 对吧 因为你这是一个元素 人家那个MAP 就是对这个分区中的每个元素 都进行一个罕述的调用 所以导致的出现这么多 但是跟我的想法相背 对吧 相背离 我的想法是对整个分区 分区之前 对吧 分区它不够迭代过什么 在分区之前我打一句话 分完区之后我再打一句话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怎么做 那就不是MAP 那是什么 RDD2.MAPPARTITION 看见没 MAPPARTITION 它的参数是什么东西 当然 它所返回一个新的RDD 通过应用一个函数 给每个分区 是吧 它是对这个RDD中 每个分区都应用函数 然后返回一个新的RDD 那么这个参数 它代表什么 是否这个输入的函数 它要保留是吧 保留分区 那么它应该是false 除非什么 除非这是一个PairRDD 那么我们先不认识 咱们给参 得给多少参数 看一下这个函数的签名 这是范形吧 对吧 这是方法的范形 那么这个参数是多少 这个参数是迭代器 对吧 这是函数吗 这个函数是输入一个迭代器 是不是输出一个迭代器 对吧 那如果这样一来就简单了 我们怎么写 怎么写 这是个函数 对吧 这是一个函数 它的输入是个迭代器 输出也是迭代 那我就用IT来接收 可以吧 对吧 IT来接收 这是方法吧 对吧 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怎么办 IT 是不是有Nest 是吧 IT有Nest 那我就直接 我如果这么干 是不是相当于什么都没做 对吧 这么干什么都没做 但是我在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打一句话了 对不对 我之前打一句话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partition是分区啊 是不是分区的开始 对吧 我打一个分区开始 然后呢 我再打一个分区结束 这可以吧 打分区开始 然后把IT放哪 放到这 那里吧 这把IT嘛 那这可以不打 有问题吗 他说不能解析 这不对吗 这对吧 我就加个打印啊 怎么那么变 刚才还好使得 是吧 因为这个不是KV 是吧 对吧 因为这是Map嘛 对吧 我们说MapPredition 我们加上这个 加start吧 对吧 加start 然后返回这个IT 但是你IT完之后 它是没有变 它不还是原来这个集合吗 还是支付串集合 然后没有变 然后你返回了之后 只是打印之后 还是它原来自己 是不是还要再进行变换 对吧 还要进行MapP 你MapP完之后 想象什么吧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IT里的数据 加上一些内容 我们说把每个单词 前面加个前对 这可以吧 下滑线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我就应该循环迭代了 对吧 循环的话怎么循环 循环的话 是不是还要 还要搞一个什么集合出来 对吧 好 搞一个集合的话 咱们可以用哪个集合 是不是List 对吧 List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勾到一个空集合 还记得空集合吗 对 NEO 是不是Value 这个NEO是可变还是不可变的 不行吧 它是空集合吧 对吧 好了 那既然这个空集合的话 不可变 那不能用它是吧 那咱可以用List吧 这可以吧 这个List可变还是不可变 Mutable 这个 这是不可变集合吧 这是不是也不行 那么我们应该用哪个 我们也导一个Mutable进来 是吧 或者说它产生 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新的集合 那我就不断去添加就好了 对吧 用添加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加等 对吧 用加等可以吧 加等可以变的 用加号就可以了 是吧 用加号吧 那怎么做 那如果要这么的话 它就不能是Value 它得是吧 对吧 然后多少 是不是你有 对吧 然后我们对它进去迭代吧 迭代的话 哪个迭代 方圆可以吧 每一个是不是元素 印什么东西 是不是用印IT 印不行吗 我这知识都去哪了 这知识 是对吧 对吧 然后把它返回整 所以返回这个 List 应该每次等 每次加亿吧 对吧 能加等吗 List有加等吗 所以冒号加吧 对吧 冒号加谁 加亿 这可以吧 返回谁 是不 Iterator 对吧 这不方便得带气吗 每次复值 是不是得差 对不对 他说 你有例行 这个你有例行的话 破虎吧 在这个 什么 又变成创意化了 大家看这个E E的话 是不住串的 意思是住串吧 对吧 意思是不串啊 那这样 我们先不用谈这个 咱们用加瓦的 来做这个可以的 那么加瓦的话 是不是就是List 对吧 然后New有什么东西 这不加瓦浪啊 能力吧 我们照亮点什么 Array Array Star 这可以吧 我们可以叫什么 叫它翻译吗 加spin 加翻译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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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他说这个是吧 我们先给他反应控制 我在Scala里面写这种语法行不行 我们加完语法 搞一个极客出来 这些可变嘛 极客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去打印分区 然后它是变换 迭代以后呢 把它放进去 那么然后就反过谁 是不是迭代器啊 对吧 反过它的迭代器可以 在这里边加上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list使劲 然后迭代器 这个是吧 这个我们加什么 加一个 Iterator是吧 Iterator 加上一个Stream 这个 在宿主这边加等一 那么我们就要加前队的 前队的话什么 是不是下滑线 加它可以吧 对吧 就变成这个了 变成它之后呢 这个不要了 然后我们这就怎么办 Buff点什么东西 是不是Iterator 这个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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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找到一个分区 找到一个分区 是每个分区 在迭代之前 我们都会什么 进行做地处理吧 然后是不是返回一个新的迭代器 这个迭代器 是不是把原来数据篡改了 对极客加什么呢 加一个下滑线元素吧 每个单次都加了下滑线 那么再往这呢 这是RDD几啊 RDD4吧 RDD5吧 RDD5等于RDD3什么东西 是不是做Map循环啊 对吧 你要映射嘛 你映射的话 是不是每个单词 就变成什么 1啊 对吧 然后RDD5去对它做聚合 就形成RDD4 是不是可以的 我们就不用做别的了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Map分区 Map的分区 所以Map 它是对什么 对每个元素是吧 进行变换 进行变换 应用什么 应用的是变换函数吧 对吧 而MapPerson 它对谁呢 它是对每个分区是吧 它对每个分区 进行变换 应用啊 应用变换 它输入是什么东西啊 它输入是一个迭代器 那么迭代器是整个分区集合了 对吧 它输入是迭代器 返回出来的迭代器啊 对吧 它返回新的迭代器 迭代器 它有什么机会 它就可以对整个分区进行一个什么处理 它可以对分区 进行什么 进行一个函数处理 而不是每个分区的函数 不是每个分区元素 对吧 我们跑一下 看它是不是这样 那么它那个打印在哪呢 soMapPersonStart 对吧 然后这些单词全面什么 全面下回下来吧 对吧 这几个单词 怎么这么长 我不是Test怎么念吗 我是不是改了 我看一下我的地板 在地板里面应该是改到什么 Test吧 对吧 一二三四 我们再运行一下 它分了几个区域 它分了几个区域 是不是就一个区域 对吧 Hello Word Hello四个 Word的一二三四 各一个 对吧 它分了几个区 一个区 所以它这里边什么 MapPerson 对吧 它分了一个区 那么我们能分多分几个区吗 多分几个区的话 那么这个TestFile 是不是有并发度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加个并发度 给它二可以 对吧 我们看一下给二会怎么样 这个区 两个区 对吧 那么给了两个区之后 我知道它是哪个区打印的 是吧 给了两个区 那么我想知道 它在这个区域 它在哪个县城里跑 我是不是应该知道 是吧 我怎么做 所以我在打印之前 我应该先干什么 是不是先取县城 可以吧 我先取县城的名字 那就是吧 TNAME 那么我再把这个TNAME加到什么上去 我就加到这个分区上去 这可以吧 我是哪个县城 跑到这个分区 再来 现在是一共就几个县城 是不是都是Worker0呢 对吧 Executor Task Launch Launch 这是现成值吧 对吧 现成值的执行程序 它启动了一个县城 那说明这两个分区 都在同一个县城里跑的 对不对 那我要想执行多个县城 怎么办呢 看这Local Local后面是可以加数字的 给它加一个2 就表示我要开几个县城 来模拟并发程序 对吧 现在运行 看到没 0号县城和1号县城 对吧 0号县城与1号县城 这出来了 那么这个单词统计 这是变换吧 对吧 那这个变换 它在哪个县城里搞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知道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想把它的县城也打出来 那怎么做 那就是这儿的 是吧 把每个单词都把它的信息打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回车吧 对不对 然后把这段代码取出来 粘在这儿 这可以吧 它是什么过程 它是MAP过程 而且你MAP的话 单词我加上去 同时我再加上单词 是不是可以啊 这问题吧 咦怎么又错了 好 下滑线应该改成卧的 对吧 好了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每个单词 它在哪个县城里跑 我也应该知道了 再运行 这是分区吧 分区的话 一个分区 两个分区 Hello World 这是不是都知道了 对吧 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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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每个县城都跑了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是吧 大家看一下Hello Hello的话都在几县城 都有是吧 1也有Hello吧 他也有Hello 52的 52的1 一共几行 一共四行 对吧 一共四行的话 他分了几个县城 他分了两个县城 对吧 一共四行分两个县城 那么现在我把它分开 Hello 1234 对吧 我想看一下 到底这个县城是如何分配的 分区吗 看一下 这是两个分区没错 对吧 大家看一下 Hello1234 Hello1和2在几号分区 在几号县城 0吗 World的1 2 数不也是0 看见吗 所以他在进行切的时候 他是按什么切 前两行一切 对吧 前两行一切 我现在是几个县城 两个县城 那么我的分区几个 我的分区是两个 对不对 我如果要设置一个分区呢 所以我在test file后面指定了什么数 这是分区个数 对吧 他是分区个数 他是什么数 他是并发现乘数 他叫并发度 对吧 所以master后面给的值 sc是吧 setmaster 如果你要指定是local 它后面是n是吧 这个n 它表示什么 并发现乘数 对吧 而我们的test file 这是路径 后面也有一个n 对吧 这个n 它表示什么东西 它表示是设置的分区数 那最好是一个县城 一分区 对吧 每个分区都在自己的县城中跑 那么这个县城 它就类似于我们的完全分布式下的节点 对吧 这个数据 它在那个节点上去算 但是我现在如果把它改成1 会怎么样 如果你把它改成1 那你用几个分区 你就一个分区 对吧 那么这一个分区就在一个县城上去跑 是不是有一个县城是空闲的 看你们 一个分区执行了计算工作 所有的中序都在哪 都在这一个县城上去跑 那个县城根本就没有用 对吧 那如果我要启动三个 我如果有三个分区 我如果取三个分区的话 它是说就两个分区吗 它会不会 我们刚才不看了个代码吗 好像是取的最小值 这有一个值和二取最小值吧 对 那个不是默认值 默认值是你在不设定值的情况下 才去走那个东西 是吧 你现在已经设定值了 它跟它还有关系吗 这么说吧 这么说吧 一共四行 你设定三个分区 两个县城 怎么跑啊 是不是两个分区 对吧 两个分区 那么四行 它怎么跑 一共是八个单词 对吧 八个单词 这两个分区 这是开始 这是不是第三个分区 是不是又开始了 对吧 但它用的线程解 是不是零 对吧 所以线程是线程 分区是分区 对吧 那如果要开启四个县城 四个分区 会怎么样 四个县城 这四个县城 这四个分区 是不是每个县城两单词 对不对 看一下 四个县城 零一二三 对吧 几个分区 这个分区的话 是这四个都开始了 对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 零的话 它都一合乎的一呗 一的话就是 号的二合乎的二呗 对吧 所以每行一个单词 每个每行是一分区 一个限程吗 一个限程吗 哪个 这不每一行两个单词吗 这没问题吧 走两 哪个走两面 这是五个分区啊 这是线城 这个限程是三号限程吧 对吧 三号限程的话 那它是 它又走了一遍 下面还有吗 下面没有了 是不是应该有空格了 我是不是最后一行是空人 还没有啊 它这一行是空的 对吧 它是空的 它没有切除值 这是三是吧 三是谁啊 Hello4 Word4 这是最后一行吧 对吧 最后一行 居然执行了两边 我们再跑一下 还是一样是吧 还是一样 那咱们可以跟一下吧 对吧 跟一下 它不就在哪儿跟 在分区跟吧 是不是跟着分区跟 分区跟的 应该是 是这个吧 我们在这打准点 调试一下 哪儿 这个打印的是单词 它不是 看一下这个 这个IT IT有没有的 有的吧 IT的值是多少 这不非空 它是个迭代器 这个迭代器的话 你需要迭代才能产生数据 哎 Hello35的3 对吧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多少现成 这个现成数据的话 我要看一下 现在就一个吧 是不是就一个Worker 对吧 这是Worker2形成 然后点击 F2过去 这是谁 Worker3 对吧 Worker3的话 它的值 看一下 它的值在哪儿看 在这里 IT是吧 IT的值是 这个好像是空的吧 是吧 这是空的 它怎么还能出来一个空的呢 它的确是空的 3 然后再点击 超数的 是不是又生成一个什么了 他骂他们 超时 它有一个心跳 它多长时间受不到心跳的话 就断着 本地模式和完全模式是一样的 它是通过现成模拟 可以改超时值 对吧 对吧 这会变成0了 那看来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分区计算了两遍 对不对 得到一个0的数据量 这个没有变化 对吧 还是一直 这样吧 我们先看一下 先走一下 当前是几个分区 四个分区 三个 四个线程 对吧 每个线程它都会有一个量分进去 对吧 这个里边用的就是这个分区类 分区函数 对吧 分区函数之后它加了下滑线 计算的时候 它也是整个来计算 TestFile注意 它加载的 其实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 Hitup的那个切片方式来加载的 下午咱们再看圆码的时候 就会看到它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其他的变换 刚才是分区吧 对吧 分区函数来变换 那么它跟这个很像 但它人家可以操纵什么 整个分区的 这个是不是跟它差不多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带索引了 对吧 刚才我就想说 这个分区里边 我知道它是第几个分区吗 如果想知道它是第几个分区 你就可以用位置什么 位置index 它类似于什么 map分区 但是它也提供了什么 funk函数吧 带一个整形值 代表着什么 分区所引吧 因此这个funk它必须什么 什么理想 是int到什么 iterator的一个应设吧 对吧 那说明这是个圆组 对吧 它返回值是不是还是个iterator 对吧 那么我们要想用这个函数 我们怎么用 那就把它复制一遍 对吧 说啥吧 把它复制过来之后 粘贴这个注料 这个改成多少 map prediction 位置什么东西 是不是index 对吧 位置index的话 那么它底是什么东西 它底是一个 索引带一个it 是不圆组 对吧 连加是一个圆组 所以索引的话 我们就能得到它的索引值 那我要打印的话 最后就方便了 我不仅打县程的名称 我还得加什么东西 我再加上一个 在什么呢 跑哪去 再加上一个索引可以吧 对吧 我再加一个索引 然后再加上你的分区 其他 start 始终 看一下 它能打出它的索引号 索引是从几个开始 从0到 应该到3吧 看一下对不对 0到3 这个是吧 是吧 是不是 是 因为我没有加什么 没加控制 所以在这个分区里边 我们可以应用什么 应用一个 处理 对吧 对整个分区类 分区这个集合进行处理 看一下这个 这个好像跟它线程是对应的 这个线程0 它就设0号分区 1号分区 2号分区 3号分区 最后的 那它分了几个区 分了五个区 对吧 不对啊 我设的分区数是几 我设的分区数是4吧 你们可真能解释啊 你们 最小分区数 是命的 对吧 这是最小分区数 看一下它怎么用的 它是不是用的 height of file 对吧 height of file 它找的是这个吧 那就找这个函数了 对吧 这个是不是最小分区数是它呀 对吧 咱们一只存产嘛 在这里吧 对吧 然后height of file这个rdd吧 哪个是分区数 最小分区数是 这个吧 那就往里根了 往里根的话 这有人用它吗 哦 这儿呢 哦 它是通过get的切片 这是input format 这进哪儿了 是不是进height of file的 height of file 叫它切片吧 对吧 这是最小分区数吧 我们再打准点 是不是应该能跟进来 先看一下 这值解 是 对吧 那input format不就是 文本输入格是吗 那这个类不就是height of file的类吗 是吧 那它计算的切片数 往下来吧 几呀 这是一个int是吧 怎么看到变量 这是对象 它是5 那这个方法是否出问 就是它搞的鬼 对吧 看一下这个方法吧 对吧 看方法的话就进去吧 点击它 get space 就是得到切片 单步进入 是吧 它走的是文本切片 文件输入格式 然后它是文件动态 单步跳过 这个是文件 对吧 文件 这个是得到这个 最小切片 这是输入文件个数 文件长度嘛 对吧 下一步 total size 然后文件 这是迭代的 它是不是目录 这是文件 这是计算文件的总长度 总大小吧 对吧 总大小 然后目标 目标大小 这个它是4 然后这个number 切片个数 也是4是吧 如果它4等于0 不等于0吧 那是这个吧 它是用它去干什么去 去整除它去 58除以它 这多少 正好得 没有除尽 是不是剩一块 对吧 看一下global size global size得解14是吧 对吧 14 然后它这个 这是取什么 取最小值吧 1是吧 最小值是1 那么这个是解 这是欠片嘛 对吧 欠片是集合吧 这个集合 这给的解 是不是4的 这边给4的吗 它给4之后 那么这是 那是下边的一个 是吧 我再打准点 跳过来吧 这也变5了 是不是意思 to array 那应该有个最后一次 又添加一个新的吧 对吧 它是初始的时候 它添加什么 添加了4个吧 对吧 最开始添加4个 然后又添加了一个 又添加一个进区了 这样 咱们下午再开看这个距离过程 反回它 总之它用的是谁 是hideop的一个切片计算法则 对吧 然后反回一个数据 反回数据之后 那么这个是点它反回吧 对吧 反到这儿 再反 这是切片 这是分区是吧 再反 一直反 这是reduce的 这个一般都是回调的 那么这个下一个 对吧 但是这个数据的话 还是在几个线程是算的 还是四个线程是吧 因为那个都是空的 对吧 hello1234 word1234 这个里边没有做任何什么处理 对吧 有一个是空跑的 有一个分区是空跑的 是吧 这个分区 这四个的话 就已经OK了 那个索引的话 它的确多个索引 是吧 0123的话 就已经是四个分区了吧 但它又多了个5号分区 那说明我们在这里边 即使设置四个分区的话 是不是也不一定就是四个 对吧 它还有个计算法则在里边 好了 这是对于这个 代索引是吧 代索引 那么它跟它就很像了 无非就是它可以加什么 加索引值的访问了 那么simple 这怎么来讲 这是我采样的 对吧 不采样的 这是采样一个片段 fraction片段 我们在哪里讲过采样 对 Headful里边有全埋序 对吧 全埋序的话就有 就采样嘛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自己实现全埋序 如果我们要实现全埋序 怎么做 我们自己做全埋序 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全埋序 对吗 是不是海里有一个 自定义分区类啊 对吧 自定义分区类 就可以了 还用组合K 组合K是二次排序 才组合K 全排序的话 我只是想让K能够排序吧 我并没有说让Value排序 对吧 所以只要重新设计你的什么 分区类 对吧 保证在这个分区里边 所有的K都比另外一个分区的 所有K都大或者小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要自己定义分区类 容易导致数据倾斜 所以才会采用它的什么 采样机制 它的采样机制原理是什么东西 它的原理也是 抽取样本数据 然后去定义它的什么 它的分区区间 对吧 把分区区间数据写到哪去啊 写到分区文件里去 然后读取分区文件动态构 叫做什么 分区分区类吧 对吧 所以它的原理是一样 但它可以有效避免是吧 避免这个数据倾斜 但前提条件就是样本要均匀 是吧 如果你采的样本数比较少 或者刚好采的是不均匀 那也可能会导致什么 数据倾斜 对吧 然后就是二次排序 二次排序就更大麻烦 是这样吗 好了 上课段吧 下课题继续 下课题继续